-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刚刚来看到的是电动机车 不过电动机车呢 它除了可以省力便利之外 最主要的还是环保啦 有越来越多的人呢 已经开始在购买电动机车 大概一年可以卖出个六七千辆 只不过呢 因为外形、法规等等的原因 不要说是我们了 连人民包補也会分个母沙沙 到底有什么样的状况呢 来看看这则VCR 李新男子9月3号晚上 酒后骑车回家 就是骑着这台电动自行车 却碰上警方拦检 不过男子拒绝酒册 远景当下开出一张 拒绝酒册的六万元罚单 他说电动机车同样要开 他说电动机车怎么要开 他说电动机车怎么要开 他说电动机车本身 不是说要驾驟要驾驶 他说聚车嘛 他说聚车六万 李新男子说他曾因酒驾被开单 7月份他花了两万五千块钱 买了辆电动自行车代步 就怕被重罚 尽管当下向警方解释 骑的是免挂车牌的电动自行车 但远景没有理会 召开拒绝酒册的罚单 事后男子没缴罚单 却在这个月份 收到警方修改后的裁决书 改一慢车在道路上 真心或真道的危险方式驾车 裁罚500块钱 同比警方前后不一乱开单 电动自行车还有电动机车部分 是有关节省简单部分 但我们远景在处理部分 有时候稍微认知 有时候不轻 警方强调是同仁的书师 才会重计裁决书 裁罚的金额也从6万块变成500块 前后相差120倍 但是这台电动自行车 外形乍看之下 还真的会让人误以为是电动机车 也难怪远景一开始会开错罚单 不过男子确实喝酒上路 罚单6万变500块钱 也真的烧交很多钱 参讯无疑者 由彦慈台中报导 老婆你看看哦 不要说是我们了 刚刚你看从画面上来看 完全分不清楚 它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机车哦 不过我们今天以表格上来讲哦 如果今天呢 我们的出货的一些车厂啦 车行啦 没有做任何的动作 动手脚的话 一般来讲是有这张表格 可以依法可循的对不对 我们就以时速啦 还有一些限制哦 来分分看自行车电动机车 它跟我们刚看到的电动机车 有什么不一样呢 好 我们先从表格上 其实我们可以分成三种 那第一项是电动自行车 也就是说可能是以人力为辅 或者是以电力为辅 那后面两个是以 属于电动机车的一个范围在 那其实从这边来 我们从法规的限速上来讲 可以发现说 其实在时速的限制下 其实大部分就是用25公里以下 25到45 45公里以上 这以三种的来做一个区分选择 那除了这份之外的话 我们还看说 它是否可以双载 所以说我们看到 其实 对 在电动机车里头 也不是所有电动机车都可以双载 我们刚刚那两台 算是有大小之分 但其实都算是普通型的 对不对 如果是更小型的话 其实国生哥 双载是不行的 对 小型轻型的电动机车的话 它只能单人承载 那刚刚看到那两台的电动摩托车 它都只是属于普通轻型的部分 它都是可以双载的 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你看 电动自行车也是不可以双载 对不对 但老猫 你看那个VCR里面那个伯伯 它那台后面明明就可以坐人 其实应该以一般的 我们交通法规来讲 就算我们是人用脚踏的自行车 也是不可以双载的 火箭筒其实也是法律的边缘 那当然是有些人会认为说 它不用挂牌照就可以为所欲 为什麽的 但事实上不对 对 其实在目前最近也通过一个法规 是说你就算骑自行车脚踏车 你还是不能坐酒驾 所以以刚刚的新闻来讲 又是过去式的 现在新闻的话 就是也是标准一个脚踏的心理 嗯 没错 但是我们看到 其实有点很重要的啦 我们刚刚有讲过嘛 你要是分电动机车 还是电动自行车 你想一想 自行车的话 它不需要单全帽 它不能够双载 但是的重要是 它也要 它是没有办法就是有驾照的 所以今天如果没有驾照的话 我可以去选择的是自行车 但是如果我要骑的是 不管是小台哦 还是普通型的哦 我们通通都需要考到驾照啊 没错 它是同一般的机车是一样的 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驾照在 因此也还需要挂牌 但是这个使用路选 老猫这什麽意思啊 使用路选就是说 看你可不可以骑到正常的道路上 不管是慢车道 或者是一般的道路 因为一般的话 其实对于自行车来讲的话 它还是要骑在它的自行车专用道 就跟我们现在的自行车一样 只不过台湾人好爱习自行车 我们有时候就连自行车的规范 自己都傻分不清楚哦 但今天呢 如果我要买这些车子的话 它到底要补助 为什么可以补助这麽多呢 郭政哥来 我们一般站出来哦 郭政哥 为什么政府要花这麽多钱补助 先来问一下好了 补助是这几年才有的事情吗 是的 有了补助 我们业者来讲 有没有产业 有没有把它带动起来 有 绝对是有帮助的 因为其实 制造的成本 都对电动机车这个产业来讲 还是比较严苛的 我们刚刚看到一台车子 你说原价大概四万块 五万多块 五万多块 一个电池就要两万多块了 一个电池就要两万多块 不过为什么政府要进行补助呢 他们是觉得说是考量到排碳 一些减碳这些功用吗 是 主要的目的 当然扶植产业之外 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可以达到节能 跟节能减碳的目的 因此包括了 看到补助单位 光是国家的这个官方机构 就有包括了经济部 工业局 财政部 环保署 甚至还有各线市部等的加码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工业局的话 对 以工业局的部分的话 只要有通过工业局 TES认证的小型 轻型的电动机车的话 它的补助是 轻型的部分的话 是有一万块 小轻型的话 它是可以补助七千两百块 那财政部的部分的话 它也有货物税的一个减免 它车价 依车价的折底 减免的金额 可以从三千到五千多块 不等的一个金额 环保署的部分 如果说你是把原本的 二行程机车换掉 然后改买的话 它也会再帮你补助 补助三千块 可是问你什么 各线市的加码会不一样呢 这个跟线市的逻辑上 有什么样的差别 其实 其实 各线市的加码 只是加码金额的不同而已 因为 它 每一年编列的预算都不同 当然它可能 补助电动机车 它也可能去 去补助一些低碳产业的推广 所以每个县市政府的话 根据它每年一些政策 或法令的不同 还有一些预算的调整 它会有补助金额的不同 从几千块 甚至到 一两万块 不等 都有 各县市政府都有 好 那今天我们就来算一算 如果说今天我们是一万块 哪个地方这么好 补助一万块 地方政府就补助一万块了 像是什么地方 举新北市的例子 新北市政府的话 它是补助一万块 那台北市呢 台北市是六千 那是补助最高 可以补助到多少 补助的话 以澎湖来讲的话 可以补助到两万四 已经简直是五折 为什么澎湖可以补这么多钱 有特别的勾结吗 还是 不是勾结 因为政府想在那边打造成一个 所谓的低碳岛 生态低碳岛 所以它希望把那边的环境 是尽量建制成一个无碳的环境 所以它有一笔比较专案的预算 来补助支持这个低碳环境的建制 所以各个地方买是不太一样 因此你看我们刚刚看到了 财政部也减 也减 各位绝点环保主也减 再加上地方现实补消的话 你看 这样打起来的话 原本的这个六万多块 现在所看错一来 四万块都不用 简直是打了六折左右 那包括我们刚刚看到 是这个 是轻型的 那看到如果说是普通型的话 中型的话 那也一样不用五万块 那所以说最便宜的话 即使最贵的话 价格也都差不多 你看最贵也才多少 五万五而已 所以其实扣掉地方补助 因为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广下 各部会都有寄出补助的方案 连县市政府都配合 所以其实一台电动机车买下来的话 从三万块到五万多块不等 其实就可以买到这样的一台电动物质 但是有补助的话是可以多多利用的 但是为什么我想问 今天我不是澎湖人 但是我要怎么样可以去申请这个补助 地方县市我要怎么去算 算户籍吗 对 它是以户籍来算 所以说一准一次 所以如果您是高雄人的话 那你就是涉及在高雄的话 你就利用高雄的补助 对 是的 可是老猫你看看 我们刚刚刚看 以消费者来讲 有没有什么要提消费者 他应该怎么要去选这样的牌子 还是一些车型呢 我是因为目前连有些电线 其实对这些的也搞不太清楚 所以你可以